我是歌手周深 经典传唱《生生不息》 2024所定芒果 一起唱下周 《生生不息》第三季 嘉年华即将开播 网络票选最期待的舞台投票中 周深第一 宋亚轩第二 而老牌唱将韩红毛阿敏垫地 其实这个结果也完全在意料之中 毕竟网络票选更多的是年轻人参与的 苏亚轩所在的《时代少年团》 是最近几年人气众望的团体 周深又是如今央视地方晚会的宠儿 多才多艺的周深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 天生我才必有用 从古风到流行再到民谣 他都能随意转换风格 仿佛每一首曲子都经过他私人定制似的 第一期节目中 黄岐山与周深合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歌曲《岁月》 两人无声的配合和出色的转换风格 让这首歌更加动人 黄岐山独特的声音与周深的高超记忆相得益彰 令人如痴如醉 但是论实力不得不说老歌唱家韩红和毛阿敏 韩红虽然2015年就参加过芒果台的《我是歌手》 但是从那以后 他近几年更多的是置身公益慈善事业 很久没有听到他完整精彩的歌唱舞台了 而另一位毛阿敏 我们很少看到他参加禁忌类音宗 当年花哨的名场面 才让很多年轻人知道毛阿敏这个人 但是00后不一定听过他的歌 但是当我看了谷建芬音乐会的现场直播 才明白为什么当年谷建芬喜欢毛阿敏胜过喜欢那音 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 情感才是演唱的王道 除了这几位值得期待的 还有王心灵和陈楚生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参加了芒果台的音宗之后便更火了 简直是瞬间火爆全网 但是与其他歌手相比 这两位歌手的演唱风格并不完全适合竞技比赛 不知道他俩会不会带来不一样的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